面对这样的年后人事布局 学者分析就是有意料之内 也有意外 是有什么样的考量吗 我们来听学者分析 这些都会基本上相对来讲 就是不会有什么带大变动 君子比较多 所以一直以来民进党是比较难去 难去就是说掌控国安区 所以我觉得这次 陈平通去当国安局长 我认为就是说 小英某种程度就是开始要对 国安系统进行一些改革吧 原来当然 它开始完成阶段新任务 但是他去干国安会咨询委员 其实对他来讲 其实是有点委屈 邱国正来当部长也是有点意外 因为大家都认为说 原来是陆军 邱国正又是陆军 对 大家当初都会觉得说 应该是参谋组长黄曙光 因为现在不是要怎么前见国照 那黄曙光应该是 他是负责这一块 对 结果没有想到还是 就邱国正大赢 觉得比较意外一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